在此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发布了中国首个一带一路贸易投资专业报告 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报告 重点展示了五年多来 相关国家和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领域 取得的丰硕成果 报告显示 在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 积极与中国商谈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越来越多 以签字贸协定进一步升级 截至2018年底 中国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 一个以自贸区网络为构架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正在形成 同时中国各类合作平台 为项目落地 产业集聚 培育增长新动力提供重要载体 到18年底的时候 我们是跟24个国家建立了82个境外经贸合作区 通过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方式 我们的投资是364.8亿美元 对当地的就业岗位 大概带动了超过20多万个岗位 通过这样的一些共建的活动 我们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报告显示 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规模与结构持续优化 新型贸易方式活力凸显 贸易便利化程度持续提升 贸易伙伴粘性日益增强 其中重要的货物贸易方面发展势头良好 2018年 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贸易额达1.27万亿美元 1.27万亿美元 在中国整个对外贸易中间的占比是27.4 那么这样一个发展态势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跟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 正在进入到一个行稳 致远的这么一个稳定的发展局面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 一带一路将全球运输的时间 平均减少1.2%至2.5% 贸易总成本降低1.1%至2.2% 一带一路参与经济体运输时间 是做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 有的贡献